家里有行动不方便的长者或是身障朋友 一旦有沐浴的需求该怎么办呢 为照顾长辈及身障朋友 避免因沐浴而发生意外 彰化县政府提供行动沐浴送早到家的服务 行动沐浴车和服务人员会以特殊的装备来服务 让平常忙于陪伴照顾的家人轻松不少 这项贴心的服务很抢手 加上原有的行动沐浴车只有两部 所以服务已达满载 为了让这项服务加汇更多人 麦诗嘉时评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志池 特别捐赠市价约200多万的行动沐浴车一部 30号上午由县长为民谷代表接受 为县长感谢民间企业抛砖引玉 希望能有更多社会大众投入慈善公益 我们沐浴车的主要功能是在协助一些 毒鸡老人还是说身体比较行动不方便的展折 他们的帮他们的洗澡 有一位司机跟两位社工人员 配置两位社工人员 到我们的府上去帮一些我们的一些展折 做洗澡的一些服务 曾经受过行动沐浴服务的家属 也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以及对这项服务的感谢 感谢我们的县政府有这块 让我们甘田家来的负责 还让我们这里有一个快乐的洗澡 让我们这里的身心和身体相比较好 真感谢 谢谢 非常感谢麦诗嘉陈志池董事长 他又赞助了一代行动沐浴车 所以我们中华目前有三代行动沐浴车 那我们对一些比较重失能的 或者是身心不方便洗澡的人 我们是道府服务 那让老人家感到非常的舒服 行动沐浴车服务 除了能协助重度失能者在宅沐浴外 透过专业的护理人员 评估服务使用者整体身心功能 及日常生活照护 专业指导家属家照护知识及技巧 以提升失能者和家属的生活品质 公益频道林俱明 张华采访报道